民众每购买一张彩券都会有部分的盈余 会补助给全台各地的社福单位 彰化县身心障碍福利中心就妥善利用这份资源 提供多种方案协助弱势 包括弱势族群的职能训练 以及全台首创的身障体验场 还有身心障碍者专属的有氧课程 不仅活络筋骨更增加与人群互动的机会 紧握拐杖踏稳每一个脚步 一不小心摔倒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住在彰化的王慧荣三岁时罹患小人麻痹 他成长的每一步都格外的艰辛 你看我们穿姿机又拿拐杖 你要爬阶梯一个不小心你会跌倒 一般人能轻松完成的动作 对身障者来说显得吃力 但每周一次的有氧课程 王慧荣从没缺席过 一颗小圆球让大家强成一团 不只活络筋骨更让人笑开怀 做运动玩起来大家都很开心 而且每个人都一定会流汗的 他在透过这样的运动的过程 让他的肢脂能够多少能够舒展 而且最主要是要让他从家里走出来 彰化县身心障碍福利中心 透过公益彩券盈余补助 举办身心障碍体系的活动 等十多种方案 不仅为弱势族群提供职能训练 还有全台唯一的生障体验场 让一般人更了解 生障者面临的困境 家里一种爱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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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公益彩券盈余的益助 帮助政府推动了很多 生障的福利工作 那一张彩券不只是购买 你自己的梦想 更是帮助更多的弱势族群 民众每购买一张公益彩券 都有部分盈余回馈给全台各地的社福机构 也支助弱势族群 继续面对人生的挑战 东三彩经新闻 卢玉婷 陈俊硕 彰化报导